好 來關心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現在美國是不是把台積電當成一個 來威責中國大陸的一個籌碼呢 因為美國眾議員莫頓先前在智庫的演講當中就有提到 如果要威責中國大陸的話 就是要來炸毀台積電 後面再補上了一句說 這是一個有趣的想法 我們就想問炸毀台積電是一個有趣的想法嗎 外交部長吳釗燮認同嗎 來聽吳釗燮的最新回應 我想有關於這種不同的說法 可能我們的媒體朋友必須要去認真看待一下 就是中國對我們在進行的這個認知作戰 他把有一些人講的這個不相關的這些話 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去做成一個新聞 好像是美國很多人在支持 要把台積電炸掉的這種說法 那如果說仔細去檢視 被中國點名到的這些人 然後擴大去解釋說要炸毀台積電的這種說法 我想大家會得到一個結論 這個就是中國在針對台灣進行的認知作戰 我想如果說你們仔細去看一下莫頓講的 這些話的前言後語的話 我想你得到的結論是跟你問的問題會很不一樣 謝謝你 好 讓吳昭謝總結 這一切都是中國大陸的認知作戰 但是如果大家回去看影片的話 的確確實莫頓就講出了這一番話 所以到底哪來的認知作戰呢 而且如果把美方的說法 你直接統計下來 美方已經是第三度的提出要來炸毀台積電的說法 這個說法連國防部長邱國鎮都不能接受 那我們的外交部沒有想要對美國表示抗議嗎 我們今天在追問吳昭謝這件事情 結果吳昭謝也爆棄了 我們來聽 稍早的訪問 最後一次 我剛剛回答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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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經 我剛剛已經說 你看到就是像我們在提問這個吳昭謝 所以針對炸毀台積電這個事情 三度都提出來 請問到底外交部有沒有表達抗議 吳昭謝臉色是奏變 而且是大力的說 我們已經回答過相關的問題 而且還五度的跳針說已經回答過了 那麼表情是非常非常不悅的 現場的氣氛都非常的緊張 所以照吳昭謝這樣的說法來看的話 沒有正面接球 有抗議這件事情 那表示說 外交部都默認這些說法嗎 外交部把台積電當成什麼了 美國一直把台積電當成籌碼 外交部不生氣嗎 那麼國防部都已經生氣了 而我們的吳昭謝 卻還繼續坐在外交部長的這個位置上面 讓我們這一期的國會最新